我們從旁邊這個小巷弄進去 你看 這邊是鏡子通行的捏 嗨 各位觀眾 我是阿傑 歡迎回來我們的GTA LSP-DFR 沒想到有生之年居然還會開啟這個新的系列 我那天呢就興高才在想說不然我們再來試一次好了 沒想到一試就可以了 基本上也不lag 但是我這一次呢 我可能就不再裝那麼多的模組同時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優化的關係沒有很好 所以導致於會很容易崩潰 目前這樣子測起來應該是還好OK 所以我大概就會拍一下 然後刪一點點東西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好不好 那今天呢 重新開張 一樣有新警車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呢就把它放在警察局後面的這個小車庫裡面 然後來 各位來看一下啊 那這一台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的360 然後這一台是 Mitsubishi Ground 2.4的喔 目前這台呢也是搶先體驗版 然後一樣也是KOLA工作室讓我先搶先體驗喔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點它DC連結好不好 那我們先開出來一下下 啊 各位你可以看這個燈 它上面竟然也是中文耶 ORCHID 嘖 不過什麼股份有限公司我就看不到了 呵呵 老花了 老花了 好 慢慢開出來 慢慢開出來 好 然後一樣警燈呢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吧 喔 也是這一種的 那警鈴呢 我也是有換 喔 大概就是這樣子 跟我們以前是一樣的 好不好 那 由於我們現在等於算是菜鳥回歸 你知道嗎 太久沒有玩LSPDF啊 有一些按鍵呢 有一些模組的功能都已經忘記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應該會從事一些比較 民生的一些報案來開始執行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邊開車邊巡邏 如果待會有接到什麼案件的話 我們就立刻前往吧 那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謝謝熊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還沒按下訂閱觀眾朋友 記得用力的給它按下去吧 各位有一個誇獲了 是有人的寵物不見了 好 OK 身為非常愛狗狗的警察 就是我 我一定會好好幫他找到寵物了 但是不曉得他的寵物是狗 是貓 還是豹 還是老虎 這個就有待觀察了 我們先稍微亮個警燈就好了 這個我們應該是不用想警 看來是在公園這個位置 欸 是不是旁邊那個老人呢 應該是吧 跟我們往前走一點點喔 哇 這邊紅線 為了不要妨礙交通 其實我應該看一下這一張的單了 對不對 這邊這邊 這邊不是紅線 我可以停 我們不要去阻擋到旁邊的車流 OK 好 來 下來 這台有違規嗎 這台沒有 但後面那台有違規 不過因為我還沒有裝這個開罰單的模組 所以沒辦法開到罰單 下一次再把他裝回來 有看到這種 呃 阻擋車流的部分 我們就把他開一下 看來是他囉 感覺有點緊張的樣子 是不是 跟他講話看看 我沒辦法發現我的寵物 他已經失蹤了95分鐘了 但我猜他應該還在附近吧 他是一隻好鬥的狗 名字叫做 Bella OK 他就這樣子跑走了 好 沒關係 然後我們左邊情形中心這邊報告說 有人被動物攻擊了 我先過去看一下 你先在這邊等候我 我待會兒如果找到你的寵物 我就把他帶過來 齁 走 1.97公里的位置 有人發現了 在高爾夫球場裡面 他居然跑了這麼遠喔 不過既然有人可能被攻擊的話 我們應該想個幾滴了 這樣子才可以快速的到齁 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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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火急藥 這樣開車會不會報告十萬 哈哈 我記得很久以前呢 我好像也有處理過這種動物的問題 不過他是野生動物的部分 然後那時候我們好像還有叫那個 洞寶菊的 然後用麻醉針 把他麻醉掉帶回去 但這個不曉得喔 待會看看情況怎麼樣吧 OK 謝謝 謝謝 感謝市民們的配合 他大概在這裡面了 所以我現在得找入口進去啊 我們先直接繞進來看看 看那隻 貝拉嗎 是不是真的在裡面 喔 警方的網路多麼發達 對不對 馬上就有人發現貝拉的部分 我跟他們借一下這個好了 高爾夫球車 不知道跑過去有點太遠了 走 有沒有感覺這裡的場地 好像有點改變 以前有做這種路嗎 欸 前面好像看到有一隻狗欸 走走走走走 欸 欸 停止攻擊 停止攻擊 是拉布拉多犬欸 是黃金啊 還是拉布拉多 黃金欸 停喔 STOP STOP 再跑電喔 停停停停停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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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可惡啊 你快跑你快跑 喔 好了好了 狗狗你乖乖阿 喔 他已經停止攻擊了 看來他還是愛我們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他帶回去我們的警車吧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喔 我覺得這個以後你出來散步什麼的喔 還是都要把繩索給繫好 對不對 繫好之後我們再跟這個市民講話一下 看他有沒有怎麼了 哈囉 先生你還好嗎 OH MY GOD 感謝你救了我喔 他說他正在忙自己的事 突然有隻動物朝他衝過來 呵呵 OK 沒事沒事 我很開心了 你沒有問題 那這個案件也算是蠻好處理的啦 反正動物不要咬傷人家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走吧 那我們先回去找市主 走 這如果說把人家咬傷喔 或是怎麼樣 這可能就要賠償了欸 對不對 五分鐘後 各位 阿由於呢 剛剛我們給人家開了這台車 所以呢 就出現了BUG了 沒關係 我們先用這台把它開回來齁 然後 待會再回去開我的警車就好了齁 OK 你在這邊給我老實的待著齁 我們先跟他講話 我很開心你把寵物給帶回來了 他去哪裡了 他去了剛好敷球場啊大哥 不過根據刑法第284條第一項 寵物如果傷害到他人的身體健康 事主因注意而沒有注意顯然有過失 你就要負起過失傷害的水準 好就要再來人家呢 也沒有跟你要求 我很抱歉 我希望他沒有受傷 我需要你詳細的身份 我得寫報告 事情只要一結束 你就可以離開了 好嗎 來 我們跟他要一下身份證吧 他叫做 Jack Hoffman 唉唷 好 他的駕照被吊銷了 但他沒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好 那應該是可以啦 有個紀錄再生就可以了 帶著你的狗狗好好回去吧 齁 阿你不跟你的主人回去 是怎麼樣啊 唉唷 我真的是頭痛了我 對啦 往那邊走啦 你的主人在那邊啦 齁 欸 像我自己牽狗出去了 我都不敢不牽生 但是我在這邊附近也有人牙一隻黃金 他都放他出來跑來跑去 他都不太被撿走了 我真的是很擔心這種事情 OK 身為一個市民的保姆 我們今天處理了一個寵物的遺事案件 沒問題了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巡邏 待會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GO 各位 現在出現了一個什麼 非法捕魚了 非法釣魚了 酷欸 在豪邁屋的山上 蛤 上面有辦法釣魚嗎 難道是在水壩上面釣魚喔 我們過去看看好了 過去看看好了 亮個緊張吧 這個非法釣魚 這個還是第一次看到欸 對不對 應該主要是要看看他有沒有這個 釣魚還是捕魚的執照等等的吧 那如果說他在禁止的地方釣魚 或是捕魚 這樣子就不對了 是不是 我們應該就演以開法 但我想不通上面哪裡有魚可以釣啊 是不是 走 我們趕快一探究竟 之後這個我們應該會出一個 一系列的很特別的偵查案子 前一陣子我們有拍過一個 偵探類似的部分 去辦案的 這個應該也會有類似的一系列的部分 齁 我們就先從這個基層的部分做起 對沒錯 他真的在水庫上面釣魚 一挖一挖 我們從旁邊這個小巷弄進去 你看 這邊是禁止通行的欸 對不對 我來把這個移下來 我們不要破壞這些東西啊 是不是 把它拿走 自行闖入 難怪會犯法 是不是 這邊應該算是公務人員開過去啊 那我們再把這個給擺好 好不好 免得待會兒又冷床進來 這樣就麻煩了 OK 好酷喔 欸這個案件設計的蠻酷的咧 就是讓他設計在一個 你沒辦法進來的地方 好啦 欸 我從這邊好像已經有看到一個 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果然站在這個台子的地方 偷偷釣魚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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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避免他跑走 我們把這個路呢 也給他堵住 啊結果他直接把我警車偷走 哈哈 好來 下車 好好盤踩一波 嗨先生 這裡可以讓你釣魚嗎 欸 最正確早啊 你看他地上是什麼 這兩條大魚欸 水谷的魚這麼大啊 好我們跟他講話看看好了 看是什麼情況啊 這裡可不能夠釣魚喔 我是這邊的地方官員 我們收到了一份這個非法釣魚的報告 他說我只是一個人在這裡 沒有什麼違法的事情啊 就釣魚而已啊 你有抓到了什麼嗎 對的 我目前抓到了一些 嗯 我自己也看得到 而且感覺都非常大 那我要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釣魚許可證 難道在美國釣魚是有許可證的嗎 我們檢查看看看到沒有 好了 Shot Fish License 他叫做法蘭基辛普森 他是1996年1月12日出生的 然後他已經被暫停執照了 蛤 欸他居然是被通緝了欸 Check it down Check it down 欸欸欸小水盾喔 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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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起來喔 你給我起來喔 不准釣魚還通緝 還趕出來釣魚 來上來上來 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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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it down 喔 沒想到 我們在這邊抓捕魚的 結果抓到一個通緝犯啊 給他靠起來給他靠起來 老實點啊 跟我上幾車吧 然後他好像有一點喝酒的關係 有點 有點言語不清 所以呢 跑來這邊其實釣魚也是蠻危險 他如果不喜歡釣一釣 結果釣到水庫裡面 這鍋誰要背 來 Get it get it 那我們把他帶到最近的分局處理 齁 再犯人應該不用想敵吧 應該不用吧 追犯人可能才要啦齁 那再到的話應該就不用了是不是 齁 這邊我們再把他移走一下 真是一個有趣的體驗 對不對 嘿嘿 小畢友之後應該可以再著手 更多不一樣的任務了吧 我以為他是拿那種魚網 然後呢 來這邊偷偷捕魚 結果他是用釣的 呃 像我這裡去騎金嘛 騎金旁邊的那種 也都不能夠垂掉啊 但是也是一堆在釣的 來下車下車 把他送進去 就可以了 後續的交給其他 神 Beth 好了 把他放進監牢裡 這樣子就可以了 嗨 學長們 辛苦了辛苦囉 齁齁齁 欸我覺得今天其實蠻有收穫的耶 齁OK 各位觀眾 那我們這個 久違復出的警察模組呢 今天就暫時玩到這邊了 下一次我們就看看 一系列的 不同案件會變成怎麼樣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這種模組系列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再來就是下次 NLSPDM法警察部隊見 掰掰